亲爱的观众朋友 为什么短线交易容易上瘾 在你一次两次三次错了之后 你总觉得下一次就有机会 下一次会赚个大的 为什么你制定好一个交易策略 却无法执行一次一次的违法 为什么止损会让你愤怒 让你产生报复心理 好的 这一期我认为是划时代的一期 对于那些已经找到一种方法 但是却苦于无法执行 无法做到执行合一的朋友 对于那些资金曲线 一直在上上下下的朋友 对于那些在痛苦里面挣扎的朋友 这一期一定会帮到你 请大家认真收看我们这一期 好的 我是云聪 欢迎来到《飞云金教》 好的 我们先看看本期的题目 我们本期的题目叫战胜随机激励恶魔 但是找到这个随机激励恶魔之前 我们先要从三个伟大的行为心理学实验 开始讲起 第一个巴普洛夫的狗 大家可能看过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在我们的中学的生物课本都讲过 就是在狗分泌唾液和摇铃铛之间建立一个联系 当狗开始分泌唾液 于是开始摇铃铛 最后我们在分泌唾液的时候 我们给狗的食物 那么每次我们唾液和食物 它们是本来是生理的联系的 但是唾液和食物再和铃铛三者一结合 最后当把食物去掉的时候 仅仅摇铃铛狗它也会出现分泌唾液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在自然的生理反应 和后天的行为习惯之间建立了第一道桥梁 好之后呢 心理学家华生又做了第二个著名的实验 但是这个著名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或者是一个缺德的一个实验 就是华生的婴儿 这个实验是这样子的 华生呢 他认为我们不应该紧紧的用佛罗伊德 佛罗伊德他们的这种心理的分析 而是我们要严格的客观的去分析一些自然环境 或者外界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于是他就这么去做了一个不道德的实验 他找了一个三个月左右的婴儿 然后呢 就开始让这个婴儿去看哪一个东西 这个婴儿就恐惧 有一些兔子啊 有一些玩具啊 有一些圣诞老人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找到这个婴儿不恐惧的 最开始的时候婴儿都不恐惧 猫猫狗狗兔子毛绒玩具都不恐惧 然后他让这个婴儿在玩这个玩具的时候 突然一下在婴儿的背后去敲击一个锣 造出巨大的声响 当然有的实验所敲击一些金属 但是反正敲击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婴儿马上就会因为恐惧而哭泣 然后反复几次 每次当这个婴儿摸到了一个毛绒玩具 或者摸到了一个他喜欢的猫和狗之类的 他也在背后猛然的敲击 制造声响 让婴儿恐惧 或者是让婴儿哭泣 一两个月之后 这个婴儿就彻底的 把毛绒玩具 以及恐惧两个东西连在一起 所以他开始恐惧任何毛绒的东西 包括兔子小狗 甚至甚到老人的胡子 于是华生就宣布 他在人类的后天建立了人类的反应行为机制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缺德呢 因为这个婴儿到后来 他到了几岁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 当然他这个去世和华生的实验 到底有没有结果 我们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反道德的一个实验 之后华生又建立了另外一种脱米疗法 就说那么如果他有对这种东西的恐惧之间的 本后天的培养 那么有没有办法后天消除恐惧呢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害怕兔子的一个婴儿 然后呢 在这个婴儿做一件他最喜欢的事情 比如玩另外一个玩具 或者吃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就把这个兔子开始一点一点的 从远方放在他眼边能看到的地方 当然也不靠近 然后呢 那个婴儿没反应 然后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 当把这个兔子靠近婴儿的时候 由于时间的推移 这个婴儿对兔子就彻底的没有了恐惧 好 这就是华生做的最著名的婴儿实验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三个关键的实验 第三个关键的实验 就是史金纳的鸽子 当然 开始的时候 他是用鸽子来做实验对象 后来慢慢的 他就开始用老鼠来做实验对象 甚至用自己家的孩子来做实验对象 好 他的这个史金纳的鸽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史金纳认为 在华生的婴儿的基础上 他来更进一步来看人类或者是动物的外在环境 和他的一个行为培养 于是他就开始训练鸽子 而这个训练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给这个鸽子食物 给这个鸽子 我给你 然后呢 我开始来培养你 如果你要做能够做到我想做的 那么我就多给你食物 如果你鸽子不愿意做我想做的 我就少给你食物 然后呢 经过大量的训练 之后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 人或者是动物的行为 是可以后天控制的 可以后天塑造的 你认为你有自由 实际上你的自由只是环境 或者后天给你培养出来的 你的很多的一些想法 你的很多的一些习惯 那么而这个控制远比你想象的更简单 这个控制只需要两步 第一个调节环境 我们就不细讲 以后我们再讲 第二个设定行为后果 这个设定行为后果就是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那么我就会给你两种后果 一个叫强化 强化是什么呢 就是给你更多的 不管你做过什么事情 我就给你与之更多的 强化又正强化和负强化 它总之就是给增加一些东西 然后惩罚 惩罚就是减少一些东西 惩罚也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 它就是做这么简单的两步 条件环境 以及设定行为后果 它就可以训练完美的鸽子 可以训练出能够跳舞的鸽子 可以训练出各种各样姿势的鸽子 他还能够训练出按他想法走迷宫的老鼠 总之他的这一套简单而有规则的训练方式 就为后面的行为心理学打下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但是也敲开了一个恶魔之门 好 这里关于设定行为后果的强化与惩罚 以及正强化负强化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马上就明白了 哪一个例子呢 我们所有人都经过青春期是不是 青春期不管男孩女孩 大多数人在我们的高中时代 十九七岁都情窦初开 都可能会喜欢上一个女孩子 或者是喜欢上一个男孩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想一想 想一个场景 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你最喜欢的事情 如果作为一个男生 你是在高中的时候 你被老师点名说 某某同学你站起来 全班所有的女生给你鼓掌 说你做的好棒 包括你最喜欢的人 想起这个场景 你是不是心里乐开了花 好 这是一个你的一个最喜欢的一个事情 那么你最不喜欢的什么事情 就是比如你做错一件事情 老师把你罚青蛙跳 让你到操场去做青蛙跳 这还不 这还不 这还不是最糟的 问题是还要派女生去围观你 去取笑你 去指责你 去奚落你 这就是最糟的 好 我们先考虑到一个最好的情况 就是你被老师赞扬 全班给你鼓掌 最差的情况 你被罚青蛙跳 而且你最喜欢的人 还在那边去嘲笑你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老师根据这种情况 他知道了 你就可以开始给你做什么强化 以及惩罚 那么他跟你说 某某同学 如果你现在能够考到多少分 那么我就会让班上的所有同学 给你鼓掌 而且是都是女同学 那么如果这是正强化 就是增加最大限度的 增加你所喜欢的 那么这里面的增加的负强化呢 就是说 那如果我们现在 如果你考好了 我不是女生给你鼓掌了 就是几个男生给你鼓掌 等于说减少了一部分的 你所最喜欢的东西 好 这就是一个强化里面的 相对点的负强化 好 但是我要给你惩罚 惩罚是什么呢 那现在你要去做青蛙跳 假设你考到了不及格 你要去做青蛙跳 那么做青蛙跳 普通的就是说 你自己跳就行 我们也不去围观你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他的一个惩罚里面的 一个负强化 就是说还没有那么严重 他只是说减少了一些 让你就是不这么严重 这个惩罚里面的正强化 就是就是更多 那这个时候什么叫更多呢 就是不但罚你做青蛙跳 还把班上的女生 全部弄过去围观 当然这个举例不是绝对的严格 但是基本上可以表达清楚这个意思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肯定慢慢的 就把彻底的把你的行为模式给你改变了 你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掌声 或者获得自己所喜欢人的这个鼓励 或者是赞扬 那么你就会更加努力的学习 你为了不至于被罚骑马跳 被人唾弃 或者是被别人鄙视 或者被你喜欢的人嘲笑 那么你就要肯定更加努力的学习 所以这是两种方式 你不愿意受这个惩罚 好 那么史金纳不但提出了观点 还提出了一个对所有的全世界学生最好的一个方式 他告诉教育工作者 你这个惩罚是没有太多用的 一旦用惩罚这种方式来训练学生的话 这个惩罚一旦消失 这个强化一旦消失 这个学生还会回到以前的这个情况 就是该咋地咋地 我也不管了 反正是你不惩罚我 我也不想学习 我也不想 而与之相反 如果你是用正强化增加他所喜欢的东西 他的学习的兴趣会不断地提高 而且就算有一天你把这个强化取消掉 他还愿意继续学习 好 这就是正强化和蹭法 现在我们就回到现在最关键的一个信息 就是随机激励 在史金纳做这个试验的同时 他也试验了一件事情 就是让一个老鼠可以踩踏板 获得他的食物 每隔一段时间可以踩一下 如果这个食物 它是不断地正强化 每次都是这么多的话 那么老鼠会做更多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是个富强化 那么老鼠他就不会做这么多事情 现在问题来了 一旦史金纳把这个食物的数量变成是随机的 给他踩一下可能来一点食物 踩一下可能来一堆食物 这个一旦变成随机的时候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老鼠开始变得疯狂 老鼠开始变得不停地踩这个踏板 就想知道下一次到底是来多少食物 也就是说随机激励 它可以让人上瘾 可以让任何一个动物上瘾 所以随机激励具有上瘾性 好 当时的这个心理学家 他发现了随机激励的上瘾性之后 后来的神经学家八九十年代 终于发现这个上瘾性 是因为只要有随机激励 大脑就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这个多巴胺 它就会让你兴奋 让你觉得舒服 然后让你上瘾 这个上瘾 它就不断地提醒你去按 按按踏板 看看下一次有什么 如到后面 神经学家还做过一个更严重的实验 就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随机激励的食物了 而是这个电极连接了 它的这个老鼠的踏板和老鼠的神经 这个老鼠后面为了获得多巴胺的刺激 甚至不断地按下去 一直到最后刺激而死 所以这个想说什么呢 这个上瘾性 多巴胺的上瘾性是非常可怕的 而这个随机激励 就是制造多巴胺上瘾的恶魔 现在大家想一想 你们平时在刷的一些小视频 在刷的一些小APP 在玩的一些游戏 所有的优秀的 或者是让你能够付钱的 让你欲罢不能的APP 全部都是行为心理学实验的结果 他们都要研究行为心理学 他们研究的东西就是一定要让你上瘾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短视频都只有几十秒 让你每次一刷 你就在期待下一次的惊喜里面 等待下一次的结果 你的大脑就会大量的分闭多巴胺 那些游戏呢 它不但让你下一次有惊喜 它还会给你创造一些 抽一个游戏点卡 爆款 一下子抽了之后满血复活 或者给你一些路上的小惊喜 突然杀一个敌人开枪金币 或者是突然有一个外挂 偶尔外挂 它这些都是不断的给你刺激惊喜 包括我们的抓娃娃机 那种小孩 你看从小孩子拿了一篮子小硬币 去做个抓娃娃机 一会儿就完了 为什么呢 它总是期待下一次能够抓到 就是在这么一次又一次刺激里面 它就让你上瘾 让你分泌多安 让你欲罢不赖 好 这就是游戏APP 以及所有的成瘾机制 随机激励所产生的恶果 那么请问交易里面是怎么样的 交易里面更是这样子 现在让我来回答 刚才我一开始提出来几个问题 亲爱的观众朋友 亲爱的喜欢交易的朋友 亲爱的那些被交易折磨 一直处于痛苦中间的朋友 如果你们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希望能够改变现在的情况 就必须要下定决心 改变你的认知模式 那么如何改变你的认知模式 行为模式呢 我们必须要用心理学的一些方法来进行指导 而不是凭空想象 那么按照行为心理学的一些方法 我们来看如何解决我们交易里面最大的困惑 战胜随机激励这个恶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提出的 飞云金教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 第一个调节环境 调节环境 这个调节环境呢 也就是行为心理学史金纳提出的一些方案 第一个就建立一个互助小组 互相鼓励 因为你交易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 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 你如果不建立一个互助小组 找一些喜欢交易的朋友 大家互相鼓励 没有人鼓励你 因为交易它又不是像其他的一些事情 它不是一个团队作战 当然我们说有的交易团队 也有那种大的基金 大的公司 但是绝大部分的交易者 都是个人交易者 那么这些个人交易者 没有办法在基金里面 也没有办法形成团队 所以只有自己形成一些互助小组 来互相鼓励 鼓励什么 鼓励做正确的事情 鼓励不要被那些错误的方法所引导 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好 第二个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互助小组 也没有关系 你要主动的创造改变环境 比如说声音色彩 感官正刺激 感官正激励 这是个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马上就明白了 大家知道 很多的游戏 为什么你这么容易上瘾 就是因为 当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之后 比如说 你打开一个盒子 你奋勇拼杀了一个敌人 然后抢到一个宝藏 他马上宝藏就会显示出 哇 好多金币 是不是 当你战胜了一个人 马上就画面说 Kill 所以 如果你每次止损 或者是你每次成功的 执行你的交易计划 你就可以把这个 Kill 男生 放出来 或者是女生 你可以想个什么办法 你好棒 你好成功 大家可能觉得 听起来像小孩玩的游戏一样 不是的 你的大脑在初期 必须要建立这种信任 你不建立这种刺激 你的大脑 永远不会 对你所做的正确的事情 做反应 我们举个例子 你现在止损不是正确的吗 你止完了之后 如果你前面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看了屏幕说 我靠 又止损了 天哪 好惨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的大脑就会不停地重复你 好惨了 止损了 被怎么样了 好痛苦啊 这个痛苦的感觉 就会不断地提醒你 下一次不要止损 不要止损 不要止损 而如果你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环境 比如说 每次你止损完的 打开音箱 音箱里面就有个声音 Kill 或者是音箱声音 你好棒啊 你成功了 你可以的 那么是不是下一次 每次当你想止损之前 你的大脑就会有这个声音 哇你好棒啊 你成功了 你可以的 是吧 他就建立了一个正向的回路 所以呢 你要通过声音 通过色彩 通过一些感官的正刺激 我个人来说 我比较建议啊 男生用那种游戏里面 就Kill 或者是你自己做一个什么 每次当你成功的做了一件事情之后 你就放这个画面 或者有的人比较喜欢那种 比如说我自己站在山顶里面一篮中山小 那种感觉放上熊壮的音乐 也可以啊 你每次做你就放这个东西 因为这样子会给你大脑形成一个良性的刺激 让你不断的喜欢做这种事情 不断的提醒你 你做这个事情是正确的 是喜欢的 而且不会让你大脑里面造成那种抑郁或者痛苦 好 这就是说我们调节环境 外部环境 通过互助小组 通过声音色彩感官刺激 来调节外部环境 然后后面一个就是要自我正激励强化 我们外部环境调好了之后 还有没有更具体的一些方法呢 有的 有的 比如说我们先做模拟盘 先做模拟盘 不要做实盘 为什么 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你要止损十次一百次一千次 你做如果你拿真实的仓位去做 你很有可能会亏大了 所以说你先不要做 先做模拟盘 先做模拟盘的时候 你知道技巧 比如说用我们飞云的这13个买点 用我们飞云的13个买点 用我们飞云尽叫的双突破 用我们飞云尽叫所交的盘口和订单流 形成你的一个交易系统 用我们的顺大逆小 形成你的交易系统 你的交易系统形成了之后 那么你要做的 无论是两个 第一个 等待你的系统给你发出信号 你就进行买入 然后买入了之后 等待盈亏比出现 来进行卖出 或者是被止损 是吧 这是该做正确的事情 但是往往你不愿意做 是什么 因为你脑子看钱 一会亏了 一会赚了 心里起伏上下 所以 不管盈亏 不要管这个亏了赚了 不要看账户 请注意这是第一阶段 我说这个原因是因为你是做到模拟盘 所以说你不需要看账户 根本不要看 因为这个时候是建立你信心的过程中间 建立你信心 树立你信心 你不需要看账户 好 你就说 我就来真正的看一看 飞云惊叫这套东西 到底有多有用 是好是坏 我拿出来试一试 我在一分钟K线 你如果是做期货 用一分钟K线 股指 如果你做股票 那你就日线的下午你去试一试 用我们的方法 好 你不管盈亏 只看账户 只做对的事情 然后 比如说止损 每止十次 每止一百次 你要给自己一个正机率 你要把它写下来 你要形象化 你先拿一个表格 一个止写下来 比如说 我止损十次 我要去吃一顿海底捞 我们假设哈 吃一顿火锅 我止损一百次 我要去我周边的城市玩一趟 比如你在上海 你去无锡玩一下 我在北京 那我 比如说我去香山 我去承德 我只举个例子 我在四川 那我去一下欧眉山 就说 我可能喜欢玩 那么 我每止损一百次 我就给自己一次 这个好的机会 我很幸福 给自己一次机会 然后还要更形象化 什么形象化 比如说 有一个方法 叫筹马币 大家看到那种 赌场里面有很多种筹码 那种硬币 或者是那种硬币 很舒服的 摸在手里 你每次止损一次 就拿一个硬币出来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盒子里面 玻璃的一个瓶子里面 那么你每放十个 你就觉得 哇 我好成功 然后呢 你就给自己一个奖励 每放一百个 你给自己更大的奖励 当放到一千个的时候 你说 哇 我一定要给自己最喜欢最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 假设我喜欢数码产品 我喜欢耳机 我一定要买一个 非常好的耳机 你的所有的注意力 都不在于 这个账户是亏还是赚 而在于你做正确的事情 这个时候 你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的信心打出来 当你的信心打出来之后 我们说 为什么男生用筹码币 女生呢 你可以用签纸喝啊 或者一些小爱心啊 这种东西 每次你止损一次 你放在那个爱心盒里面去 每次你成功的 做了一笔交易计划 你放在里面去 日积月累 积到一个数量啊 就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奖励 给自己一个正奖励 让它形象化 具体化 建立信心 当这个信心建立起来之后 当你发现 你的玻璃盒子里面的 你这个筹码币 在不断的增加 然后呢 你会觉得非常有信心 然后你再去看账户 你会非常神奇的发现 像如果你的技术水平比较高 你就一定能够账户赚很多钱 那么如果你的技术水平还没那么高 你也会惊讶的方向 真的没有我想象的亏那么多钱 比你平时的亏损是要小的多的多的多 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太相信这句话 请你去试一试 但是前提是你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 我并不是说我们费用交易是无一的一个方法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方法 就是前提是你已经掌握了一种市场上得到验证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这一期节目主要是给了一些 已经有方法的还在痛苦的这种朋友 中高级交易员做一个指导 好 你去这么试了之后 我们就进入最好的第三步 就是良性循环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做实盘 当然有很多已经做了实盘的 这个时候资金你可以稍微大一点 然后进入良性循环 就是你的信心已经有了 这种方法的确让我能够赚到钱 而且我已经能够严格止损 严格执行交易计划 那么你就开始 开始用加一点资金 开始慢慢赚钱 在你不断的赚钱的过程中间 他又会反馈来给你一个良性循环 说你这个方法真的很有用 就是说你关注于你做正确的事情 关注于你每一次的止损 而不是关注于钱 我很神奇的是 我的资金账户反倒是不停的赚钱 不停的赚钱 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强 你这个信心越来越强 你就更愿意来做这些事情了 什么互助小组啊 声音色彩啊 这种自己形象化筹码化的一些正极力的事情 然后你就不断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你又不断的赚钱 又不断的做 不断的赚钱 直到有一天 这个就像是我们史金纳训练鸽子一样 当停止了喂食 不再给鸽子投放食物的时候 鸽子仍然在那边跳舞 他训练一只像神一样的鸽子 这个鸽子只要我给他喂食 他也会跳舞啊 然后呢那么我有一天不再给他喂食了 鸽子还是一遍一遍的重复这个动作 也就是说有一天你不再继续在那边放Kill 你也不再很高兴的这样子的话 你也不再去用筹码啊 或者是用这种筹码B来累积你的幸福 也不再给自己一个大的奖励 也不需要这些东西 你的大脑已经彻底的形成了 正激励正强化正反馈 这些错误的理念 错误的方法对你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形成 你就会真正的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 有信心的交易员 良性循环的交易员 一个愿意执行几律 愿意严格的执行交易计划的一个交易员 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交易员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我们也不是说期待大家来我们飞云之交共同学习 但是如果有一天 有朋友 有人 有很多经历过这些反复挣扎 反复折磨 被市场炼狱 折磨过的这些朋友 看到我的节目 能够帮助你走上引力之路 我也非常开心 我也非常开心 好的 希望这一集对大家非常有用 对我个人来说 这一集 我个人认为说是划时代的一集 是我曾经感悟最深的一集之一 也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